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0日星期六 这个当然不是六个节目 这个是在星期六 下午4点20分开始拍的 事件不是太多 无论港股或美股 都不是有很大的震荡 所以今天要公布的事件不是太多 其他我们就不重复 大家看回营光幕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一会进去都会讲 关于德国这间wildcard 其实都挺出名的 很难搞 因为它都涉及一些欺骗性的行为 所以它的市值都暴跌八成 今天只有几件事 其中一件就是我们经常都说的 百姓餐厅 Yum Brands 秘密申请 其实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秘密 可能它不想让美国知道 它回来香港二度上市 但其实这些都骗不了 秘密申请回香港二度上市 集资不多 20亿美元 Tackle Bell 旗下那几个品牌 我在YouTube投资筆记 都说过了 Yum Brands 百姓餐厅 OK的 其实我们分析过它的业绩都不错 那我们也会留意 如果它在香港上市 即是我们在香港买到的话 都值得留意 因为在美国 Yum Brands 生意是OK的 中央会加快7月初推国安法 那 完了这个6月18号 19号 20号 这个人大第二度会议之后 那今天谭耀宗出来说 只是一些草案的形式 就未决定的 那叶国谦就说 希望明天可以 可以出到这个草案的条文 那这个是近期以来 港股最大的不明朗的地方 就是国安法 那经过蓬佩奥和杨洁篪 在这个夏威夷的会议之后 其实大家看到那个 就是国安法的推进 是会快了的 那现在我们报道这些 在中间改来改的这些 其实我觉得是不重要的 因为坦白说 其实我相信他一早已经有那个条文 已经是 一早有那个条文 那只不过呢 将那些条文改 怎样加一些字眼下去 其实 这件事要快可以很快 因为为什么呢 根本就没有人会反对到 没有人会反对到的 没有人会反对到的 他们可以接受到 而将震荡减到最低的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我们仍然都是维持在6月底 7月呢 它会硬过这个国安法的 今天香港会有一个三罢的公投 即是说 罢工 罢市 罢货 这一类的大型公投 今天呢 应该是正在进行的 由今早到晚上8点 暂时来说 即公盟 看到那个 参与的人数 都是踊跃的 那我们要看看今晚的投票 结果是怎样 才决定到 会不会有三罢了 那这个呢 就是wildcard 这个呢 是说安永 他确认不到 他有19亿欧元年金 大不大 一家这么大的公司 这么久的公司 那就 所以其实大家 就是我经常说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小心 无论那间公司 是一家多久的公司 多厉害的公司都好 你是一定要每一季 看他的业绩 wildcard 其实是很大的 是以德国支付 但是你现在看到 即是 我们现在暂时 未知到什么原因 但是问题呢 就是说 连他那个账户里面 那19亿欧元的现金 都不能够确定的话 那问题应该是很大的 问题应该是很大的 就是简单说一句 应该是没有 就是不确定 公司提供这些资料 这19亿现金是真正存在 不是以现金的方式存在 所以这个挺麻烦 所以大家 无论公司有多大都好 多大 他说到多稳定都好 一定要每一季都看他的业绩 一定要分析他的业绩 这个很久没有听过上证有这个动作的 上证上海证券综合指数 就是30年来 他说最大的改革 他会立入科创版 大家知道 将科创版放入上证里面 这些我们都知道 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譬如说 现在 你看到吉利回归科创版 我不明白 为什么吉利会是科创版 我也不明白 吉利是卖车的 他是代理汽车的 为什么他会是创科呢 我真的不明白 其实我觉得他只不过是虐 就是找一个市场 上市然后去集资 那什么叫剔除ST股呢 技师就是说 如果那只股票 曾经是被证监列为有一个风险警示的话 被列为风险警示的下一个星期五 作为起点的跟着交易开始 上证指数就不会计这个股票 不会计他的performance 直到他的风险警示 是被证监会取消为止 就是说 你没事了 你不再是风险警示了 又或者 这只股票被人剔除了为止 这件事是一件好事 因为为什么呢 有得风险警示的股票 你如果納入他的上证里面 其实就会拖累了 还有如果 他已经有风险警示的话 你都不买了 对不对 只会卖你都不买 你放在上证综合指数里面 其实就拖累了其他股票 这个我觉得是好事 但是一件事 是远远都不足够 因为整个上证最大的问题 根本就是政府说了事 所有的证券公司 其实政府说你不能沽就不能沽 你不能买就不能买 叫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叫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很多信息 内部的人知道了 所以才轮到旁边的散户 如果大家有去看看 国内买卖A股 你可以看那些网民 以前我有个朋友 他买了几十年 就是国内股票 基本上大部分时间 都是赚不到钱的 十年时间都是和和的 如果他不改善这个问题 根本上无论你怎么改革都没用 他根本就不是每一间公司 他可以自主 就是说国家 我要国家队入哪一只就入哪一只 我要你不给买就不给买 我要你买就买 我要你拼购就拼购 我要你上市你就上市 我要你集资你就集资 根本上整个 就是没了企业的精神 为什么我们要做个股市呢 就给一些合资格的公司 他要扩大做生意 那他就实话实说公布了他的业绩 符合上市要求集资 然后将生意做大他 然后分钱 但是原来他整个运作都是政府 那有什么意思呢 全部没意思 没意思的 那就是一面倒 一面倒的意思就是说 政府想哪一只建就建 想哪一只不建就不建 就是比如说 ATMX 他想ATM建就ATM建 是吧 他如果要 这个手游我不批你的 那这个手游就拼购 那变成了一个企业 它是可以上到市 第一件事 它是不能够自由自主地去做他的生意 其实是没意思的 整个指数就变成了国家控制了 对不对 所以即使他做这个改革 其实对我来说 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个我们之前曾经已经说过 iPhone SE 就已经 confirm 生产线会移到印度 即是说 现在你们在做的那些 spare part 那些 那个 手机灯 屏幕 散件 现在收到讯息 即是 苹果 就叫 麻烦你 将这些零件 components 部件 全部ship到印度 即是说 印度基本上 会拿到这个便宜版iPhone 我相信 超过25%的生产 便宜版iPhone 大家想想一件事 顺便说下一个 就是中印冲突升级 现在这样的状况 很明显地 就是中国是和印度 做出一些挑衅的行为 其实 这个在政治上 我们就不在这里说 但是 你现在看到 只要苹果带头的话 苹果带头的话 它是会将印度 变成一个 慢慢地可以适应 production的生态环境 大家要知道 印度其实是很窮的 有很多东西都不到位 比如说 运输 外汇 同工 加班 人权 这些都是不到位的 包括运输 港口 陆地运输 都是不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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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 苹果真的用行动 将iPhone移过去的话 iPhone 其实根本就黏着政府 即是说 印度 即将会慢慢 由港口 等等 重建出来 然后令到它 适合一些生产 慢慢慢慢地 所以 它就会 我相信在三四年之内 它可以完全 take over China的production 这个也是中国要移动它 的原因之一 现在大家知道 印度虽然窮 但是它人多 所以很多中国的手机 一部分都是消去印度 印度、非洲那些 如果印度现在 因为靠着美国 它是绝对可以制裁中国的 因为 为什么呢? 你有美国撑腰 那你现在的iPhone SE 我再做个平板 在印度卖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但是问题就是 你华为 或者你OPPO Vivo 你如果没有了印度市场 你就很麻烦 为什么呢? 在印度市场很大 十几亿人 对不对? 就是两方面都有互相依靠的 中印是 中印是两方面都有互相依靠的 就是说 你又靠它的消费市场 或者那些中国那些很差的 电视 音响器材 就去印度 因为那些器材 即使来香港没有人要的 你没有了这个市场的话 你中国那些剩下的企业 都可以收拾去 可以是 因为它生产了一些 除了非洲 印度那些没人要的 那些机器 但是一样东西 印度呢 亦都会有其他东西 供应给中国的 那变成两个国家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 那你说哪个伤一些 应该就是中国伤一些 因为你新叫肉贵 是不是? 它窮 以前你七几年之前 你制裁不了中国 因为通街乞业 怎么制裁呢? 但是你现在就制裁它了 因为有钱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都挺严重 但是 如果你看到 美国在印度的投资 真正是有实质 有骨落地 而苹果都可以走进去投资的话 如果说真的不是说笑的话 那慢慢地印度的生态圈 就会形成 就会形成 所以我们说 我们要开始关注印度那些基金 越南那些基金 或者是印尼那些基金 因为当这些生态链 这些供应链 这些供应链 原备了在印度 你如果打开地图 就会看到 印度 接着它整个生态链 譬如说 越南 加坡德、印尼 等等 环绕着的话 其实都挺完善的 因为那里很近 不远的 很近的 而印度又够大 印度很大 中国当然大些 但是印度下面那里 它现在接洋的边境和中国很小 我们就要开始留意印度 会不会有 到迎来另一个江辉的20年 像中国那样 这个我们要 投资者是要部署的 好 这个不是一周股市大事 但这个要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年纪 记住 明日开始 6月21日 就可以登记 抗疫基金的1万元 这些是你的钱 是市民的钱 不是政府给你的 这些是你自己的 记住 明天也要上网登记 应该是上网登记 就可以了 各大银行都可以的 上网登记 拿这个抗疫基金的1万元 可以吗 即是你如果是 足够18岁 我不知道 好像有个age group 我知道我的age group 明天可以6月21日拿的 大家记住上网看 记住 而早不而迟 那些钱 代入袋 好过怕它洗完之后 就没钱给你 哈哈哈哈 好 那今天就短短的和大家 报告到这里 因为都没有太多的东西 要报告 其他的我们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就可以了 有任何问题 大家电邮给我 香港financial.com 那就可以了 好 今个星期的所有免费节目都做完了 多谢大家 看完我们的所有节目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个星期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